寻找就寻见,叩门就开门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一起读圣经,列王纪下 今天呢,我们是列王纪下第四章18到37节 我考虑再三呢,这个第四章我们还是分三次讲 今天呢,是第二讲 第四章的第二讲,就是18节到37节 这个讲什么呢 是接着讲书念这个妇人所生的孩子的故事 孩子渐渐长大 一日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他对父亲说,我的头啊,我的头啊 他就是说,孩子头疼应该啊 他父亲对仆人说,把他抱到他母亲那里 仆人抱去,交给他母亲 孩子坐在母亲的膝上到晌午就死了 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啊 就是说,到他父亲和收割的人那里 我怀疑啊,我怀疑这应该是在那个夏天收麦子的时候 天气特别的热 然后呢,这个孩子是不是中暑了 是吧 然后头疼啊 父亲呢,就让仆人把他抱到母亲那里 仆人就把他交给母亲 交到母亲那里,当时没事啊 孩子还坐在母亲的膝上 可是到了晌午呢,就死了 他母亲抱他上了楼 将他放在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出来 呼叫他 丈夫说,你叫一个仆人给我牵一匹驴来 我要快快的去见神人 就回来 丈夫说,今日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何要去见他呢 妇人说,平安无事 于是,背上驴 对仆人说,你快快赶着走 我若不吩咐你 就不要迟慢 我想可能很多人躲到这里的时候 都会有点诧异啊 说这孩子死了 然后这个当妈的怎么这么冷静 是吧 你看啊 孩子死了之后 他把他抱上楼 放到了神人的床上 然后关上门出来 然后呢,让他的丈夫 给他安排仆人牵驴 他要去见神人 而当丈夫问他 既不是月术 也不是安息日 你为什么要去见他呢 也就是说 可以知道 平常这个妇人呢 他是非常敬虔的 每逢月术和安息日的时候 他会去见这个神人 那么妇人说 平安无事 可能很多人觉得奇怪啊 按照正常的道理 不是孩子死了 当妈的应该非常的痛苦 呼天抢地 然后派仆人把父亲叫过来 是吧 然后找医生救 是吧 怎么样 为什么他是这样的反应 而且当他的丈夫 问他的时候 你为什么要去见他 他竟然也不告诉他 他还说平安无事 而且他还把孩子 这不明显是把孩子藏起来了 不让别人知道 连给他感觉的仆人 也不知道他为什么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孩子死了 只有他一个人知道 没有别人知道 而且他不打算让别人知道 为什么 是不是说他不尽人情 大家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他有坚定的信心 他相信自己的孩子 可以复活 他不是说 相信自己的孩子 绝对不会死 而是他相信自己的孩子 如果神愿意的话 我的孩子就可以复活的 为什么 因为我本来就没有孩子 是神给了我这个孩子 那么 赐给孩子的是 赏赐的是耶和华 对不对 那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那是耶和华赐给我 耶和华要再收走 那如果耶和华收走了 耶和华再还给我 是吧 那一切都掌握在神的手中 所以他不告诉任何人 也不哭 是吧 也不告诉他的丈夫 也不告诉仆人 而是马上把孩子放到神人的楼上 神人的床上 关上门 不让任何人知道 不让别人知道我的孩子死了 也不让任何人 因此说把孩子埋葬 是吧 而是马上去找神人 这就表现出这个书念妇人 他的这种对神的这种信心 那我们要想 想一想啊 在之前 当这个 伊丽莎问他 你要什么的时候 他说我什么都不去 我什么都不要 实际上 我们当时不是说了吗 他已经对自己 要孩子这件事 他已经丧失了信心了 都不想了 是吧 不想要了 但是当神把他已经绝望的这个事情给他变成了现实 他知道在神一切都是可能的 所以当他的孩子死了之后 他的反应就是去寻找神 但怎么寻找神 当然去找先知了 妇人就往加密山去见神人 神人远远的看见他 对仆人基哈西说 看哪 书念的妇人来了 你跑去迎接他 问他说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那我们看 这个 伊丽莎的反应 其实是和这个书念妇人的丈夫的反应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这个不是月朔也不是安息日 这个妇人却来 那肯定是有什么特别的事情 所以呢 他就赶紧派自己的仆人啊 基哈西去迎着他 跑去迎接他 问三件事 你平安吗 你丈夫平安吗 孩子平安吗 就是三个方面吗 那可能是你 你有什么问题 你丈夫 还是孩子有什么问题 是吧 他说平安 大家注意啊 他说平安是回答了谁 对 回答了这个仆人基哈西 说平安 他也没有告诉先知的仆人基哈西 他为什么来啊 然而 妇人上了山 到神人那里 就抱住神人的脚 基哈西前来要推开他 神人说 由他吧 因为他心里愁苦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那么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以利沙 这个先知以利沙呢 他是能够体察人情的 体察人情第一点 他当他远远的看见这个书年的妇人 他就觉得他是有事来的 对吧 体察人情的第二点是什么呢 当这个妇人来到他面前就抱住他的脚 他知道他心里愁苦 他有大事 是吧 以至于这个事都不能告诉基哈西 但是呢 也能看出这个以利沙 他很诚实 怎么很诚实呢 他说 耶和华向我隐瞒 没有指示我 他并没有在自己的仆人面前 在这个书念妇人面前就假装自己无所不知 是吧 好好笑我 我什么都知道 是吧 没有啊 他没有 他就说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来 因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知道他为什么来 我并没有那未卜先知的能力 啊 我之前我知道什么什么啊 那是都是神告诉我 指示我的 而现在我不知道 就是神没有指示我 我就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有事来 他心里愁苦 但是具体是什么事 为什么而愁苦 我不知道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啊 这个以利沙 这个先知 他非常的诚实 不会假冒耶和华的名 不会为了说要要彰显自己 然后就把自己装扮的 说些模棱两可的话 把自己装扮的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 他没有 这是非常非常非常了不起的地方啊 大家想一想 我们在在我们的生活中 我们是不是啊 经常看到看到很多啊 就是教会也好啊 或者是怎么样啊 他可能会表现到他 他什么前之五百年 后之五百年 是吧 能掐会算 什么都懂 是吧 什么都能参透 不 只有耶和华才能参透人心 是吧 只有耶和华才能参透万物 人 你是有局限的 你 作为一个 这个先知啊 神人 是吧 你 你是属神的人 但你并不是神 你不可能 是吧 这个 什么都知道啊 你不可能的 所以他的 他的诚实啊 夫人说 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 不要欺哄我吗 哎 夫人这一句话呢 我们就会发现 有人可能说啊 说什么呢 说哎 这个夫人怎么在责备了呀 是吧 怎么责备了 其实这个夫人不是在责备 她是太痛苦 她是在诉说自己的痛苦啊 另外呢 这个夫人她不忍说出自己的儿子死了 或者说她不愿意说出我的儿子死了 啊 或者说她希望 因为她来 她就是希望我的儿子不死吗 是吧 还能复活吗 所以她就用这样的委婉的方式来说 我的儿子死了啊 说我何尝向我主求过儿子呢 我岂没有说过不要欺哄我吗 我我就没想过要有一个儿子 当你说让我生一个儿子的时候 我说不要欺哄我 后来我真的生了儿子了 是吧 可是如果我生了儿子 然后又把这个儿子从我身边夺走 他还没有长大成人呢 这现在死了是个孩子 小孩子夭折呀 是吧 那不就是还是在欺哄我吗 是吧 那就是我不是说过不要欺哄我吗 所以她实际上是在用这样的方式 委婉的方式 在说我的儿子死了 既然要给我这个儿子 为什么还要把这个儿子夺走呢 是吧 就是我不明白呀 为什么呢 以丽莎一下子就明白了 以丽莎吩咐吉哈西说 你树上腰 手拿我的账前去 若遇见人 不要向他问安 人若向你问安 也不要回答 要把我的账放在孩子脸上 树上腰就是为了让他行动快嘛 是吧 快速 快嘛 嘉宾赶紧去拿着账啊 这个这个先知的账代表着什么 代表的是这个先知的权柄啊 是吧 把它放到孩子的脸上 那么为什么呢 怎么说的都有啊 有的人说 说是为了呢 就是防止有人啊 这个不慎 跑到那个神人的房里去 看到孩子死了 把孩子去埋掉 是吧 所以放个先知的账 放在孩子的脸上啊 那么就表示先知的权柄在这里 这是一种推测啊 其实为什么我们也不知道 对吧 因为他没有讲 为什么呀 是吧 孩子的母亲说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你面前起誓 我必不离开你 于是 以丽莎起身 随着他去了 所以你看 孩子的母亲说的这句话 和前面那句话都一样 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 就是什么呢 希望让神人跟他一起去 这句话就是 让希望神人跟他一起去救孩子 是吧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 又敢在里面 我必不离开你 其实那个意思就是说 请你不要离开我 是吧 所以 以丽莎起身 随着他去了 那我们说 这个 我们读经典里面 那人在说这个什么样的话的时候 一定要在这个语境里边 要能够理解他这个话里边的啊 这个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就像以丽莎 对这个仆人吉哈西说的 是吧 这些话 那么像这个妇人对以丽莎说的这些话 他都有他啊 在这个语境里边 符合人物当时的那种心情 那种身份的 那个含义 所以你不能看表面上的意思啊 就好像 这个孩子的母亲 不离开以丽莎 就要在这个 加密山这儿待着了 实际上的意思是 恳求 奉耶和华的名 恳求以丽莎 跟他回家去救孩子 啊 吉哈西先去 把账放在孩子脸上 却没有声音 也没有动静 吉哈西就迎着以丽莎回来 告诉他说 孩子还没有醒过来 以丽莎来到 进了屋子 看见孩子死了 放在自己的床上 他就关上门 只有自己和孩子在里面 他便祈祷耶和华 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既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的身体就渐渐温和了 然后他下来 在屋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以丽莎叫吉哈西来 说 你叫这书念妇人来 于是叫了他来 以丽莎说 将你儿子抱起来 妇人就进来 在以丽莎脚前浮浮于地 抱起他儿子出去了 这就是 《猎王记》下第四章的 十八节到三十七节 就是讲 以丽莎如何让书念 这个妇人的儿子死而复生 那么我们会发现 这里边以丽莎呢 好像真的是行了一种 这个仪式一样的 是吧 扶在孩子的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是吧 然后呢 再下来 屋子里来往走了一趟 又去扶在孩子的身上 然后孩子打了七个喷嚏 就睁开眼睛了 有人可能就会问了 说以丽莎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是吧 对啊 以丽莎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要自己胡乱解释 啊 有 我看 有些人可能就会胡乱解释啊 可能就会说 哎 你看这是符合医学的 是吧 那应该是给这个孩子 在进行人工呼吸 是吧 然后 还有个人说啊 这是一种 这个什么样的仪式 什么传导 什么这个圣灵啊 什么什么之类的 不要瞎解释 为什么说不要瞎解释 你注意看 在所有的以丽莎做的这些事情之前 有一句非常关键的句子 她便祈祷耶和华 你看是她便祈祷耶和华之后 才有上床扶在孩子身上 口对口 眼对眼 手对手 才有 然后下来屋里来回走了一趟 又上去扶在孩子身上 才有孩子身体渐渐温和了 才有孩子打了 齐克喷嚏就睁开眼睛了 所以所有的这些都是耶和华的吩咐 以丽莎是祈祷了耶和华之后这样做的 就是说是神告诉以丽莎 你怎么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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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大家呢 在读圣经的时候 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呢 你千万不要 哎就是你只看到你只看到什么 这些看起来挺挺这个挺悬的这种啊 然后你就想就看你就开始琢磨怎么回事啊 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呀是吧 其实你要把它当作一个整体 前后当作一个整体 你不要丢掉任何一句话 特别是关键的话就是他便祈祷耶和华 你看以丽莎要解决这个孩子死而复生 这个这个事情啊 他唯一能做的 首先能做的是吧 那就是什么 祈祷耶和华 祈祷完了耶和华剩下的事 那就是按照耶和华的命令去做就行 按照神的指示去做就行了 所以大家你可以在你的圣经里把他便祈祷耶和华圈出来啊 这是非常重要的 也就是以丽莎不是自己啊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因为孩子会死啊 书念的妇人会来找他 这事是出乎他的意料的 他是不知道的啊 当这事发生了之后 他就知道了这事是这个孩子的来临也是神给的 对吧 所以这是这是出自于耶和华的 所以要想解决这件事只有什么 只有祈祷耶和华 除此以外 以丽莎他自己并没有特异功能 他自己并不会单独的靠他自己施行神迹 他试不出来 就像这个书念的妇人 他的反应也是啊 他为什么去找以丽莎 他去找以丽莎 不是说要以丽莎做什么 他找以丽莎 在以丽莎面前所说的也是 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其事 是吧 我必不离开你 所以说无论是这个书念的妇人还是这个以丽莎 在面对这个孩子的死而复生这件事上 他们都是信靠耶和华 他们都是信靠耶和华 他们都是知道赏赐的是耶和华 收取的也是耶和华 所以你遇到任何事情 你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求助神 然后呢 你怎样去做 按照什么 按照神的吩咐去做 那么你所以你看书念的妇人 当她孩子活了 是吧 这个以丽莎让她进来抱抱孩子走 她也是俯伏在地 俯伏在地 是什么 是在感谢神 对吧 是在感谢神呀 那你回想一下在创世纪里边 什么摩西呀 亚伦他们都 这个祷告啊 或者是谢罪啊 是吧 不都是俯伏在地吗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 看起来是以丽莎又行了神迹了 但是以丽莎你要知道 就像以丽莎之前行过的所有的神迹一样 也像以丽莎之后再行的所有的神迹一样 这一个使书念的妇人的儿子死而复生的神迹 仍然是本乎于神的 是耶和华 通过以丽莎在人的身上行的神迹 他表现的是什么 是神的爱 是吧 那么神的爱 神的爱能够涌住在人的身上 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什么 人你要相信神 人你要相信神 那如果你人你不相信神 然后你拒绝神 神是还会爱你是吧 神是还会爱你 但是神爱你 光要照到你的黑暗里 而你这个黑暗就是不肯接受光 那你想 神就会让你的心刚硬 让黑暗吞噬你 不是吗 我们从创世纪呀 是吧 出埃及纪呀 然后到什么 这个世世纪呀 撒木尔纪 猎王纪 不是有太多这样的例子吗 啊 那么所以呢 我们一定呢 要记住啊 无论我们 在我们的生活中 遇到何等的艰难险阻 遇到多少 你觉得你跨不过去的坎 啊 遇到多么大的挑战 挑战 是吧 你都要信靠神 你要相信 你要相信 是我们的唯一的真神 只有耶和华是神 你要相信 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救恩 是我们的拯救 你要相信 神 他永远是爱我们的 我们现在 所想要得到的 没有得到 那应该是神知道 这不是适合我们的 神给我们预备了 更好的 所以我们要 仰靠神 要寻求神 要向神祷告 这样才能够万事互相效力 让爱神的人 得益处 我前两天一直跟大家说 我们要一起为美国祷告 是吧 而且我说 我相信 凯文麦卡斯一定会呢 这个 能够 选上 这个众议长的 是吧 共和党 他们一定能够 解决他们的分歧的 达成一致的 那么在 这个 2023年 1月7日的凌晨 那么在 第15轮 这个投票之后 凯文麦卡斯终于成功的 当选了 这个议长 我呢 也 昨天呢 我凌晨的时候 我也做了一个节目 就是给 给大家讲了一讲 就是美国的这个 众议院 这个议长的选举的过程 是什么样子的 我亲自观摩 在电视上观摩的 我这看了好多遍 然后呢 还有众议院的和参议院 那是怎么回事 然后呢 还有为什么 我说凯文麦卡斯 是一定能够当选的 那么 是不是说 美国众议院 这是一场闹剧 是吧 美国的民主完蛋了 是吧 像这个 国内外的 这个 各种 猪流媒体宣传的那样 如果您还没有看这个节目 您一定要看一看 我会坐在片尾啊 另外呢 我还要再给大家推广一下 推荐一下我的副频道啊 副频道呢 就是我已经做了整顿整改啊 改成了根石金霞自学英语啊 就是我们从这个昨天啊 1月6日开始啊 就是我们呢 每天啊 就是来学啊 这个英文啊 我给大家分享我自学英语的这个过程啊 我开始了我的英文整本书自学的过程啊 我邀请大家加入我的这个自学啊 那么我每一次的这个学习笔记呢 我会拍照发在呢 我的副频道的社区里啊 然后呢 已经呢 昨天和今天已经发了两讲了 大家呢 如果没有看 一定要去看的啊 我也会呢 把副频道的链接呢 做在片尾啊 欢迎大家点赞评论转发 把我的节目推荐给更多的人呢 也欢迎大家啊 这个欢迎大家的赞赏支持啊 也欢迎大家呢 加入我的会员 加入我的会员 就是对我呢 更长久的支持 而且可以双赢啊 你从会员频道里边 可以看到更更丰富的东西啊 OK好 祝福大家 哈利路亚 今天呢 是2023年1月7日 这是一个被神恩待的日子 我是Rose石金霞 我们明天见 明天中的这些 OK